收到粉丝进来的一台OPPO 这个手机OPPO217 咱们把东西都拿出来 都是闪着来的好几大块 那么我们看一下手机故障 那我们先看故障现象 故障描述是手机掉水里 当时还能用 过一段时间就不能用了 那么手机所有零件都已经拆卸了 那么肯定是在当地维修过 没有修好 然后 这个天线 这个天线还夹在主板里面 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手机的现象是什么样子 那么插上充电器 插上充电器 还有充电的标志 那么我们按开机键看一下 按开机键 能够出现OPPO的logo 但是一会儿就没有了 那么这应该是关机了 那么这种故障我们修了很多 非常简单 我们拆下主板 先来观察一下主板 那么这个主板上面所有的贴纸都已经被撕掉了 而且被超声波超过 现在很多人修手机 就是洗一洗 刷一刷 超声波 超一下 能好就好 不能好 拉倒 那我们经过观察 重头戏在这个位置 就这个小屏蔽罩下面 这里已经明显腐蚀了 那我们把它拿掉看一下 我们拿掉屏蔽罩 明显看到这里已经腐蚀了 而且这个电容已经损坏了 那我们先给这个小芯片加焊 松香贯穿一下 那么松香贯穿完之后 我们取掉损坏的电容 再次开机测试 OK 那么开机亮相logo 而且 这个时间还没有消失 那么说明故障应该是已经修复了 等待进入系统 OK 那么已经成功进入系统了 故障完美修复 那么非常简单的问题 很多维修师傅 我就想说一下 不费修 咱们就不要动 好吧 别到头来很小的问题 给人家搞的 手机就报废了 这样就不太好了